许多山峰都因其神秘与凶险 而闻名于世 高耸入云的巍峨山脉 流传千年的神话传说 以及那隐藏其中的秘密 无不使得人们为之心生向往和敬畏之情 然而这些山峰壮丽景色的背后 却往往隐藏着一段恐怖的历史 从通往为之国度的神秘门户 到引发外星人猜想的史前遗物 本期地球军就为大街 带来了大山里最惊人的15个发现 新来的观众可以点赞和订阅小铃铛 以免错过精彩视频 话不多说 让我们进入正题 第15个 独柱修道院 独柱修道院又叫卡茨基柱 位于格鲁吉亚西部一个名为卡茨基的村子里 一处高约40米的天然石柱拔地而起 顶上的修道院似乎在云端之上 远看如一世独立之美 修道院被当地人誉为距离天堂最近的地方 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落成 也没有人知道古人是如何攀登上去 更不必说那些一砖一瓦是怎样戴上去的 1944年登山家亚历山大 贾帕里泽首次登上修道院后 这里的情况才逐渐被外人所知 后来有考古学家考证这座修道院 建于10到11世纪之间 但这块独树一帜的石头来历 依旧无从得知 1995年 一位名为马克西姆卡夫塔拉泽的修道士 攀登到石柱上并留在这里修行 20多年间他每周只下来两次 食物和补给品则通过脚车运到顶上 现在的修道院已经搭起了一条铁梯 男性游客曾经可以借此攀登上顶部参观 但据说现在已经不再对外开放 第14个 墨西哥悬舌洞 墨西哥悬舌洞位于尤卡坦半岛中心 名字听起来 就像是恐怖电影中的场景 在这个只有20米宽的石灰岩洞穴中 叶蛇从天花板上滑下来 捕食飞行中的蝙蝠 叶蛇是由蛇科紧蛇鼠 算是一种无毒鼠蛇 成年体长1.8到2米 它们放弃了在地面追逃老鼠的生活 把目标转向了这些会飞的老鼠 洞穴对它们来说 就像一条回转寿丝轨道 食物源源不断 夜幕下 成千上万只蝙蝠倾巢而出 叶蛇悬挂在那里 等待着某只轨道出现偏差 或被同伴撞击后 飞到足够近距离的蝙蝠 然后打出幸运的致命一击 这些住在蝙蝠洞穴的夜蛇 基本上完全失明 失聪 而蝙蝠的飞行速度 至少在50公里每小时 科学家到今天也没弄清楚 这些又龙又瞎的夜蛇 是依赖什么来计算蝙蝠的飞行轨迹 再在完全黑暗的情况下甩出攻击的 研究人员初步猜测 这种在进化过程中 几乎完全依赖吃蝙蝠为生的夜蛇 很可能利用舌头的摆动 来感受蝙蝠飞行时的空气震动 剩下的就靠虾懵 它们捕猎的成功率相当的低 在蝙蝠洞穴里 科学家们观察 并记录下一条疑似年轻 经验不足的夜蛇 挂在那里在一小时40分钟内 进行了200次不成功的袭击 才最终吃到一只蝙蝠 这些蛇又龙又虾对人类无害 所以你可以站得很近去检查它们 得益于互联网 墨西哥悬蛇洞的受欢迎程度不断增长 不过每年仍旧只有大约300人参观这个地方 游客需支付630笔锁 约合36美元 并且必须佩戴安全帽 口罩和手套等防护装备 这是因为某些区域 可能因大量蝙蝠粪便变的危险 第十三个 加拿大无头骨 纳汉尼国家公园保护区 位于加拿大的西北地区 这里以北美洲最壮观的纳汉尼核为中心 湍急的河流 幽深的峡谷 巧夺天宫的石柱和台原覆盖的山巅 飞升世界 位于其中的维基尼亚瀑布 是尼亚加拿大瀑布高度的两倍 保护区还拥有42种哺乳动物和180种鸟类 而真正让纳汉尼国家公园保护区 闻名于世的是神秘的无头骨传说 故事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 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陶金者 其中就包括一对名叫 弗兰克·麦克·劳德和威利·麦克·劳德的兄弟 他们在1905年左右进入该地区陶金 起初他们确实找到了一些黄金 但当两人再次进入山谷的时候 却神秘消失了 直到三年后 他们的兄弟查理·麦克·劳德带人搜寻的时候 才在河岸边上发现了两人的无头尸体 从那时起这里就有了无头骨的传说 而且遇难者人数越来越多 仅在过去的100年 古中就有44人失踪 并且所有被发现的遗骸都失去了头颅 据当地的丹尼部落所说 那汉尼山谷中曾经生活着一只古老的原始部落 但他们不知什么时候神秘消失了 这些摆在河岸上的无头尸体 很可能就是对入侵者的无声警告 第十二个 挪威托格哈特山 托格哈特山是全挪威最美妙的地质景观之一 在一座秀丽的小山中间 一个长达160多米 高35米 宽20米的天然洞穴将其穿透 远远看去仿佛一个巨型甜甜圈 摩威的巨魔传说特别多 其中一个就跟托格哈特山有关 据说是巨魔赫斯特曼宁在被女孩来卡摩亚拒绝后 出于疯狂的极度之情 巨魔向着姑娘射出了一只致命的箭矢 然而这一幕被一位巨魔王看在眼里 为了拯救姑娘的性命 他制出自己的帽子阻挡 箭穿过了帽子 留下一个中空的洞 这时太阳升了起来 于是这些属于巨魔的物品 就像主人一样 被阳光化为了巨石 成了今天的托格哈特山 科学家们认为托格哈特山 是形成于冰河时期的海石桥 中间的孔洞 由千百万年来的海水充实而成 海平面下降之后 这座海石桥就跑到了山上 据《孤独星球》杂志说 依照惯例 挪威的历代国王都要到这个洞里 把名字刻在头顶的花岗岩上 如果有去过的观众朋友 可以帮忙确定下是不是真的 第十一个 金巴布韦伊尼·杨加尼山 伊尼·杨加尼山是金巴布韦最高的山峰 海拔2592米 虽然体力一般的人 只需一到三小时就能登上顶峰 但是它却是当地大多数人都害怕的一座山 就像百慕大三角一样 该地区似乎一直存在着某种超自然现象 很多来到这里的人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因为这个原因 伊尼·杨加尼山还得了个吞燕山的外号 意思是吞吃人的山 有名的失踪事件发生在1981年 前政府官员地恰恩德皮·马萨亚的两个未成年女儿 在伊尼·杨加尼山失踪 搜救队伍驾驶直升机进行了地毯式搜索 但始终没有找到他们 居住在该地区的曼尼卡人坚信山上游荡的鬼魂导致了这些人的失踪 但从科学角度来看 山上恶劣的天气可能才是失踪事件的主要原因 据说山上有时会刮起 阵阵狂风并且出现神秘雾气 从而导致游客迷失方向 跌落峡谷或悬崖 有趣的是 有大量游客报告称 他们在山上无缘无故地感到头晕 困惑或迷失方向 当地人还煞有其事地说 当你遇到一条彩色蛇 一个陶罐或一块金砖时 最好假装什么也没看到并继续前进 因为这很可能是鬼魂作祟 而根据地球军查到的资料来看 同处于津巴布围东部高地的比欧木巴山 经常弥漫着浓雾 甚至还有雾山的称号 那么印尼杨加尼山出现一样的浓雾 似乎也不足为奇 而头晕等症状 则很可能是某种瘴气 至于鬼魂传说 大家请当娱乐故事理性看待 第十个 咕噜产弹牙 见过鸡生蛋 但是你见过舌头也能生蛋吗 这座会生蛋的山 位于中国贵州省前南部一族 苗族自治州的三都县 在这里有着一个叫做咕噜寨的地方 其背面就是完整的产弹牙 根据位置 人们将其称为咕噜产弹牙 咕噜产弹牙全长大约二十多米 高度在六米左右 牙壁凹凸不平 但是上面长了很多类似恐龙蛋的石蛋 石蛋的大小不一 直径在三十厘米到六十厘米左右 最大的重量甚至达到二百七十二公斤 相当于两头成年猪那么重 长期观察产弹牙和石蛋诞生周期的老人们 总结出了石蛋诞生的规律 指出每隔三十年左右 石蛋才能成熟脱落一次 若是错过了这一时间 再想去减食石蛋 就只能无功而返 最初大家都期待这些蛋是恐龙蛋化石 但是在实地考察之后 却发现它们的成分就是普通的石质而已 那么这些蛋到底是什么呢 从科学家的视角来看 他们认为这些石蛋极有可能是结合 在寒武纪时期 如今产弹牙所处的位置还是一片大海 而在海洋当中往往存在一些二氧化硅胶体 这些胶体在各种作用的影响下 他们最终来到咕噜寨附近形成二氧化硅结合 随后因为地壳的隆起 表面也被挤压得十分光滑 而由于石蛋和崖壁不是一体的 并且这一地区的板块依旧在运动 所以崖壁受力就会慢慢排出这些石蛋 每30年排出一颗石蛋 证明该板块运动比较稳定 第九个 斯洛伐克高珊瑚 这是斯洛伐克最大最深的高珊瑚 海拔1945米 最深处达54米 每年大约有270天处于冰冻状态 一些登山者在晶莹剔透的湖面上行走时 就像悬浮在空气中 让人惊叹不已 这种现象的产生在大自然中是十分罕见的 只有当水中没有融入气体 而且结冰速率很快的情况下 才能形成透明清澈的冰层 虽然冰层足够厚 但是走在上面仍然会有悬空的感觉 不免小心翼翼的 置身其中的登山者 也是在享受童话般美景的同时感叹大自然的伟大 看过之后大家有没有一种想亲自上去感受下的冲动 第八个 温特斯山时间洞 温特斯山脉位于德国与奥地利交界处 自古就流传着许许多多的神奇故事 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山里有多个地方隐藏着时间洞的说法 最有名的时空旅行事件发生在1987年8月15日 当时三名德国人在温特斯山突然失踪 警方出动了152人和三架直升飞机进行搜寻 但除了他们停在山上的汽车外 没有发现任何踪迹 但令人奇怪的是 三个月后 红海的一架货船那里传来了他们的消息 而他们甚至不记得自己是如何来到船上的 很多人都怀疑故事的真实性 他们认为这是三人的自导自演 但这对他们似乎并没有好处 而且温特斯山脉确实出现过很多失踪事件 实至如今 人们仍不知道三个失踪的徒步旅行者 在山中到底经历了什么 温特斯山时间洞的说法也依旧流传于是 第七个 15万年前的铁馆 1996年 地质学家在中国青海省德令哈市白宫山 发现了很多秀极斑斑的铁馆 这些铁馆形状和粗细各不相同 分布在一个大约0.5平方公里的区域内 更令人惊奇的是 在一个山洞中 还有一根直径30多厘米的铁馆 从顶部鞋插进去 并从洞内穿出 贯穿了整个岩壁 从这些管道的秀实程度粗看 建成时间距今至少几百甚至上千年 而几百年前 别说是柴达木 就是整个中国都没有如此大规模 和如此记忆高超的工程 经过检测 铁馆的氧化铁成分含量占30%以上 其余为二氧化硅和氧化钙 还有8%的元素无法确定它们的成分 这一化验结果增加了管状物的神秘色彩 对于铁馆的成因 科学家经过研究表示 这种铁馆大约形成于15万年前 属于碳和黄铁矿的交结物 极有可能是植物化时形成的 这些植物因为环境变化被深埋地下 输松的木质布逐渐腐烂 铁质元素发生化学反应 吸附在了不易腐烂的韧皮布上 最后就变成了铁质管状物最初的形状 但一个致命的问题出现了 根据对管状物的侧年分析 它和岩石的成绩不会是同时的 岩石的年龄是几百万年 而管状物的年龄要年轻得多 仅仅只有十几万年的历史 那么在岩石形成后的几百万年 是什么将化石塞进坚硬的岩石中 不留一点缝线 这是植物成因理论最大也是最致命的缺陷 这一结果引发了两种有趣的理论 一种是铁管可能来自外星文明 另一种就是我们未曾发现的史前文明 是谁在十万年前将这些铁管横插入山 事实的真相到底如何 我们暂时还不得而知 科学家将继续努力寻找答案 坐落在意大利托斯卡纳风景如画的地方 矗立着一座高耸的雕像 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吸引着游客的想象力 这是由意大利雕塑家 让德布洛涅在1580年创作的亚平宁巨像 整个雕像高10.67米 令人印象深刻 雕像复杂的细节 包括流动的胡须和粗糙的皮肤纹理 更是证明了这位艺术家非凡的技巧 亚平宁巨像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是隐藏在雕像内部的一系列房间 这些房间可以通过隐藏的入口进入 为雕塑及其周围环境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游客可以探索内部 惊叹于这件不朽杰作的工程独创性 雕像的左手能够涌出地下浮流的水 而据说它的头部也设计了一个小空间 里面有座火炉 若将这个火炉点燃 那些烟就会从这座雕像的鼻孔冒出来 如果你只是在意大利短暂的停留 那么我不建议你参观 但如果你有充足的时间并热爱艺术 那你绝对不应该错过这座巨大的16世纪雕像 第五个 希腊达维利斯洞穴 达维利斯洞穴是许多探险爱好者的必经之地 它坐落在潘特利山上 这里的大理石曾用于建造著名的雅典 帕特农神庙 达维利斯洞穴长期以来 一直与超自然现象联系在一起 许多游客表示进到洞里电子设备会失控 而且还在里面看到了发光的球体 难以形容的生物 向上落的水滴 幽灵般的声音 诡异的石刻画 撒旦崇拜仪式遗迹等等 这些都为达维利斯洞穴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 事实上达维利斯洞穴早在五世纪 就被作为信仰崇拜场所 在这里祭拜希腊人神话中的潘神 一个长着羊角的牧人和纵御之神 在中世纪影视和东正教的出家人 汇聚到潘特利山引修 或是因为受到了宗教迫害而逃到此处 这个地方被命令为洁净的洞穴 因此有两个相邻的拜占亭小教堂 直接建于洞穴的入口处 1977年10月6日 希腊杂志塔西德罗莫斯发表了一篇文章称 希腊军队已开始在达维利斯山洞内 进行严格保密的行动 此地被列为军事禁区 不对公众开放 有人说是北约在监督建立一个火箭基地 而美国在临近的新马克力地区的一个军事基地 进一步助长了这一传言 在那之后 人们对这个地下密室里 究竟发生了什么产生了更多的怀疑 包括一些可疑的地下隧道 核武器和精神控制项目等等 而值得一提的是 达维利斯洞穴深处真的被混凝土封死了 这些都让整个洞穴显得更加恐怖和神秘 接下来是我们的奇闻一路环节 这张图是在一个不公开的神秘现象网站上发现的 内容是一座被雕刻在整座山崖上的巨型雕像 拍摄者当时正在山中徒步旅行 当他想用无人机拍摄一些优美风景时 有了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发现 观众朋友们在山中徒步旅行时 是否遇到过一些神秘的东西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第四个 麦基山石窟 近年来石窟寺 博物馆等历史文化底蕴丰厚的景区 越来越受追捧 不同于墨高窟的干旱荒漠 被誉为古秦州八景之首的麦基烟雨 是甘肃天水麦基山石窟 带给游客最极致的文旅体验 历史上天水居于笼幼 是长安以西的丝路重镇 当佛教沿着丝路传入中原时 天水也成为内地最早开展佛式活动的地区之一 1600多年前 笃姓佛教的后秦皇帝姚兴 在麦基山开枯造像 后经十余个王朝的接续营建与重修 现存大小枯刊221个 造像3938件10632身 壁画1000余平方米 被誉为东方雕塑陈列馆 这些采写了历代艺术精华的泥塑彩绘作品 在麦基山崖之上熠熠生辉 千百年来迎接往来商旅 成为古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这些造型精美的泥塑彩绘在历经千百年风雨洗礼后 依然能绽放迷人微笑 令人十分震撼 第三个 新西兰怀托膜萤火虫洞 怀托膜萤火虫洞位于新西兰北岛东岸 是新西兰最有名的天然奇景 这里是一处十分难得的活性岩石洞穴 该洞穴约在15000年前形成 洞穴上下均有通口 吸引许多昆虫入内繁殖 其中捕食昆虫 如蜘蛛般的萤火虫 是该洞穴中最奇特的居民 这些萤火虫在幼虫期不仅能发光 还能分立附有水珠般粘液的细丝 洞内昆虫寻光而来 撞到丝上就动弹不得 萤火虫幼虫便爬过来每餐一顿 一些溶洞被游客开放 另一些用于专家进行研究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 导游会用手拉着绳索推动小船前进 只有轻轻的水声 不远你就会发现前面的水面有光影摇动 其实你自己已处在一片星空之下 满天繁星闪闪烁烁美不胜收 第二个 一洞连三省 你敢相信一个洞穴能连同中国的三个省吗 飞虎洞位于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的西北 这个地下洞穴系统的庞大与复杂程度 让人几乎难以用言语形容 山川河流 巨石乱滩 天坑地线 一切地表的形态在这里一一呈现 可以说除了暗无天日外 这里就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在当地人口中 飞虎洞一直有一洞连三省之称 清长年间有一宵客 曾立时三天三夜自飞虎洞进入 从湖北一侧的磨刀溪洞口出 这里是湖南 湖北 重庆三省市交界之处 洞中处有通道连往湖北外 上游隐秘的出口 通向重庆的友阳 秀山等地 目前已经探明的主洞线路达10公里 自洞线路长28公里 洞内中央大厅面积达10万余平方米 洞内最大天眼垂直高度340米 更为神奇的是洞内 还生存着众多珍贵野生动物 包括红蓝两色盲鱼 大泥等 他们因为长期生活在黑暗中 眼睛已经退化 一切行动只能凭感觉 上世纪90年代初 一帮狂热的法国 探动爱好者知晓此事 此后几乎每一个春节 他们都会携带大批专业装备前来 试图探明这处神秘之所 但遗憾的是 英洞学实在过于庞大 离探查清楚的日子 现在看来仍然遥遥无期 第一个 奥茨冰人 1991年9月 两名德国登山游客西蒙夫妇 来到意大利境内的阿尔卑斯山探险 在一个一万英尺的山谷中 他们发现了一具赤裸 扭曲 脸朝下躺在冰雪中的尸体 起初这两位探险者以为冰人 是一位发生意外的现代登山者 而科学家的研究发现 他是一件也许有着几千年历史的 无价之宝 根据他发现的地点 这个冰人被称为奥茨 奥茨的尸体在冰雪中沉睡了五千年以上 他也许是在自然条件下 形成的最古老的木乃伊 而他所在的地点向人们提示 很显然是某种意外杀死了他 自从奥茨被偶然发现后 五名曾经接触过这具干尸的人 相继死亡 尤其是发现者西蒙在发现奥茨的山中 跌入三百英尺深的山谷中 摔死后 奥茨诅咒就开始在民间流传开来 而且越传越邪惑 传说认为 这些人之所以死亡 是因为中了奥茨的咒语 但也有一些人表示 与这具木乃伊接触过的人 超过了一百五十人 除那六名已经去世的人外 其他人全都健康地活着 生活完全正常 有的肯定还会很长寿 如果奥茨诅咒真的那么灵验的话 其他人的情况作何解释 与奥茨诅咒有关的 唯一一个可以肯定的事实是 这一说法 给当地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据统计每年 约有25万人 到保存奥茨的博物馆参观 给这个博物馆 带来了260万美元的门票收入 一个关于奥茨的网站警告 不管你相不相信它 诅咒仍在起着作用 观众朋友们 是否相信这个诅咒的存在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以上就是地球军 带给大家的大山里 最惊人的15个发现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我们下期再见